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史前史的时候 一般人的开端可能是人类的起源 而我们这里的开端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 为什么我们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 应该从人类起源开始讲 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为什么我们不这么讲呢 它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认知就是 所有的我们的价值观 是建立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基础上 世界观是个人或者一些团体 基本的认知取向 我们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 比如宗教的 有世俗的 有这种很意识形态化的这种世界观 但是我们觉得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基础的 或者说大家都勉强可以接受的世界观 就是科学 用科学可以作为各种差异比较大的文化 差异很大的这种价值取向的 各种世界观的一个中间的平衡 或者大家起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所以我们坚持认为 从科学的角度来建立起 人类的这个世界观的基础 是更有价值的 以科学的角度建立的历史 历史的认知也是更为坚实 这比如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到 宇宙大爆炸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认知里 就是宇宙和我们的太阳系 乃至我们的地球 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并不是独立在一个宇宙的一个角落 发展起来的这么一块 这个人类的文化或文明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就提到说 我们身体的元素 构成我们身体的大部分元素 都是来自于宇宙的演化的历史 比如提到我们说这个理 锂电池的锂来自大爆炸合成的金属 有的来自超新星的喷发 铁元素 则是恒星核聚变的一个终点 就是一般在核聚变内部 核聚变最高 就是核聚变的以后 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产生了铁 到了铁这一步以后 它就不可能来自恒星内部的核聚变 而我们身体里必须的元素 比如说钠 我们吃的盐 这个钠元素来自怎么样呢 在恒星内部两个碳原子的核聚变 两个碳原子在高温刚弯压下呢 聚变才能怎么样产生这个钠 而且这个钠这个元素呢 它需要的条件呢 是6亿开尔环 就6亿度 我们简单通俗的说是6亿度 和三个 至少三个太阳质量 以上的这个恒星的聚变了 才能聚变出钠这种元素 也就是 单单是这个钠这个元素 太阳系也不可能自我产生 那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世界观 我们知道啊 我们的身体是和宇宙万物呢 是一个演化中的一环 更何况有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认知呢 我们的这个认知 当然也是整体的宇宙的一环 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就是全世界都认为 人类起源于非洲 到目前为止呢 还有很多人在强调 所谓人类起源于东亚 或者说呢 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不那么极端的说呢 东亚人起源于东亚 在世界上已经被这个淘汰的 或者说被政委的这个多地区取言论呢 还是在我们呢 我们这里呢 被一些院士啊 被一些这个所谓的很 很有成就的一些科学家呢 作为一些成就呢 在公共场合呢 不停的散步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科学 因为科学它起码是一个 可以见证可证伪 可以用来怎么样 逻辑推理 来推导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什么呀 你是否跟我更亲近一些 我是否更正义一些 所谓的正义一些 以这种来判定 而不是说啊 你站在什么什么立场 来判定这个事 你是否站在这个 这个东亚人的立场 来判定东亚人一定起源于东亚呢 这就是科学和我们普通认为的 一般性的所谓的说法 或者观点的这个区别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 这个事实和观点的一个区别 事实它一定是可以被证明的 科学的最宝贵的地方 它也是可以被证伪 或者说被证伪 起码它能被证明怎么样 这个事不是假的 这个假的呢 是可以被验证出来的 这就是可证伪性 还有我们回顾呢 回顾着这个人类的历史呢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个前人的错误 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错误呢 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我们纵观历史事件呢 我们会发现呢 从皇帝到乞丐 他们呢 都有一些错误呢 是共同的 这个错误呢 我们简单来说呢 就是亲信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比如说道光皇帝呢 就相信呢 五两银子呢 买一个鸡蛋 而底层的这个乞丐呢 则认为皇帝住在这个 黄金累积的这种宫殿中 皇帝的金鸾殿 金鸾宝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 使别人相信某些主张呢 本身就是权力投射的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 让底层的百姓相信呢 皇帝住在那个黄金累积的宝殿中呢 这种 这种观点呢 皇家可能是喜闻乐见的 实际他的财力可能并 并不能达到那个程度 其实我们看到故宫的一些 镀金的大的这个镀金的这个水缸 他实际在外头是包紧 就镀了一层金 所以我们看到呢 但为什么皇 皇家啊 或者说这个权力机关 又乐于见到这么一种 谣言的这个流行呢 因为呢 他无形之中呢 增加了皇家的这个 权势的这个 神秘感 给皇家呢 这种力量啊 权力呢 增加了那种财富上的背书 因为我们知道财富本身 也是一种权力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呢 在现实生活中呢 让这个什么样的观点 让别人接受呢 实际也是一种权力的 争夺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奸商呢 他要骗取顾客的信任呢 才能怎么样呢 达成他的交易 从而获得对方一部分 一部分的财产的权力 所以在世界中呢 相关的人们 或者说这件事情中 相关的人们相信什么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在历史上 我们就看到 所谓的巫术宗教 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 儒家的三纲五常 富富子子 历史上这件事情呢 都是有目的的 系统的在塑造啊 这个底层的百姓 他们应该相信什么问题 到了近代呢 越来越多的人呢 开始了相信这个科学 各种学术和政治主张呢 也开始用科学来装点门面 从科学育儿 什么科学养猪 凡事呢 都喜欢冠以科学二字 但是呢 在我们汉语中呢 这个科学呢 是个什么东西呢 越最为模糊 任何事情都 都可以冠以科学二字 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 这个科学 科学道理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科学呢 是比较可信 为什么我们要用科学来解读历史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 一个这个科学这个词语的背景 科学这一词呢 被认为来源于拉丁语的Santa 1830年呢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呢 将科学分类 就用来指代怎么样 分科的这种科学 就是物理啊 化学 意思是怎么样呢 就是自然科学 因为自然科学呢 分门别类 所以用Santa Santa这个词呢 来形容自然科学 在此之前呢 实际上科学呢 一直是作为这个 哲学的一个分支 比如我们的这个 牛顿的著作呢 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到了1874年呢 日本的学者呢 将这个Santa这个词呢 翻译成了科学 意思是怎么样的 分科之学 后来呢 这个据说是康有为呢 到了1897年左右呢 引入了中国 也就是从这个汉字的科学 两个字呢 它的直接来源呢 是日本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 科学本身呢 是分门别类的解读 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 而各个学科呢 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方法 到了这个20世纪 人们又发展了一个科学的共性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提到的这个可真伪性 当然这个后来有新的说法 我们今天就不深入讨论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 我们为什么说科学更可靠一些 首先呢 是对比于其 上面的这些 什么巫术 宗教 三纲五常 所谓的伦理 这个情感 付出情感 这些似乎呢 让我们认为呢 显而易见的科学具有 天然的这种客观的情绪 更客观一些 客观的特点 就我们认为说 它更为冷静客观呢 缺少这种所谓的群体的立场 当然这种不像群体立场那么强 但真的是不是完全没有群体立场呢 显然也不是 接下来我们来看 首先就是有一个问题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媒体上经常我们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专家 他们都是多数是科学家 各个领域的所谓的 学术成就的这个佼佼者 他们经常给我们的一个概念 就是相信我们 我们是专家 专家的话一般是可信的 比如说有的专家就说 他说 北京人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 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他那个论据呢 作为一个外行 或者说你不是一个特别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呢 他似乎讲得非常有道理 但是呢 你确实不是他这个行业的 那个专家 但是你如果了解一些 逻辑的基本常识呢 就会发现 他的论据是完全 违反逻辑规律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 见到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说科学是建立在 一个逻辑基础之上 就是我们称为形式科学 科学首先你要满足 形式科学的需要 你满足数学的功能 你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五 这就不对了吧 对不对 科学同样你要满足 一个基本的规律 我们提到的这个三段论 你也不难 你也得满足这个三段论吧 你得满足这个 起码的数理逻辑 形式逻辑吧 如果你不满足这个形式逻辑 或者形式逻辑 有着明显的错误 那怎么可以称为科学呢 科学并不是因为 所谓的专家的身份而存在 科学存在的意义呢 恰恰是在于什么样 它是一个可证伪的一个过程 科学从来不是一个 所谓的铁口直断的 这么一个 类似教主一样的存在 而且呢 也不是从正确 走向正确的 类似这种 古之圣贤这样的一个东西 科学界没有圣贤 也没有所谓的这个 先知 科学界没有圣贤 也没有所谓的先知 科学是不确定的 科学有两个原因 科学 第一呢 科学是不确定的 科学呢 有两个基本的这个特点 一个呢 是科学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 科学本身呢 它就不确定 它不是说圣了 我就说啊 这个 像那个宗教说 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 确定了 科学不会告诉你这样的结论 它是说 我发现可能是这样一个规律 我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事情 好像符合这么一个规律 它只能是说 做到这一步 无论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也诚实的说 科学呢 到目前为止 都不能达成一个 所谓绝对的真理 这么样一个目标 特别是自然科学 它无法完成说 我百分之百绝对的真理 就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 或百分之百的这个不容置疑 科学是没有这样的回事 包括我们提到那个 牛顿的这个力学 曾经认为 它已经非常完美了 后来怎么样 出来了这个量子力学 出来了这个相对论 另外我们知道 所有的问题的前提 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包括我们提到 反复提到这个例子 就是太阳 太阳明天是 早上是不是从东边升起 它是个概率问题 明天会不会从西边升起 也是个概率问题 从东方升起的这个事情 它是无限接近于1 那个从西边升起来的概率 只是非常小 无限接近于0 对吧 这个0我们都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人类的 文字的记录 不过5000多年 就算最早开始有文字记录 可以确定 5000年前太阳从西边升起 那你怎么确定 100万年前 太阳是从 这个 东边升起的呢 对不对 100万年前 你怎么证明 太阳从东边升起 当然了 科学家是现在也有办法 是不是 他还可以证明说 比如说一些化石的证据 但这些证据本身 他也不可能 100%正确 因为但凡到化石证据 这些证据 他就不可能 100%的正确的这个概率 来说明这个事 所以他依旧无法完成 说我这个太阳 从东边升起 他确实只是基于 一个经验的一个结果 和基于一个 过去的这个记录的结果 比如说这个人 借钱银行记录 借了十次 还了十次 这个人信用很好 另外一个人 借了十次前 有九次不还 那这个人信用很差 实际上这就是概率问题 那你下次贷款的时候 你肯定是愿意 借十次 还十次 不会借十次 还一次的那种 所以我们说呢 科学呢 不能宣传称为呢 这个 绝对真理 但是呢 有一位这个科学史家 叫 Jarovsky Jarovsky 他说呢 科学呢 可能比任何人 宣称的那样呢 更接近 特定领域的真实 就是他特定领域的真理 他是一个 更接近一些 而且呢 我们现在的一些 这个科学家呢 本身确实也是 值得怀疑的 虽然我 我经常谈到这个科学 相信科学 但是我们并不说 相信科学家 我们只能相信什么样呢 因为科学家 科学家是人啊 他也有利益 他也有七情六欲 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 在全世界都有问题 比如说一群 这个科学家呢 他受到这个烟草公司的雇佣以后呢 就曾经出现过 为烟草公司吸烟和健康之间的这种 关系做一些掩护 或者做一些观点 还有一些问题呢 比如说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这个问题呢 有些科学家认为呢 这个全球确实在变暖 有些科学家呢 认为全球没有变暖 长期的趋势是变冷 这个里头呢 有一些就认为啊 这个认为变冷的 都是受到了这个利益集团的裹割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 这个两万年 他有个震动 他有个这个偏轨 就冷暖的一个交替 从冰河期呢 回到兼兵期啊 大概2.4万年前 我们现在呢 应该是在这个兼兵期中啊 我们可能是在 向变冷的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他也完全不是说 受到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影响 但有没有受了利益集团影响呢 也有 所以分辨科学家 是我说的对 和他出于什么目的 本身又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怎么样的科学 才是一个我们值得信赖的科学呢 特别简单的道理是 我们不信赖科学家 但是我们应该采用和接受呢 科学家们达成的共识 特别是作为一个外行人 你引用一个科学的结果的时候 应该 引用一个基本的共识 就是说多数科学家认可的 比如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这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能力说 找到一些科学家 说主张这个多地区 多地区这个起源论呢 当然是可以的 这些人是否怎么样呢 说的一点都没有道理呢 也许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采用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界的共识 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呢 我们首先要拒绝接受 这种没有经过验证 和没有达成共识的科学主张 不是所有的科学成果出来以后 你又认为它是真的 包括自然啊 科学杂志的这个论文 我们很多论文 它出来以后 你认为它是真的吗 我们认为 它当然是可以被引用 但被引用和达到所谓 普遍的接受呢 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一些问题是 我们的这个专家们说的这个问题呢 越来越所谓的趋同 另外一方面和外部的世界的这个共识呢 越来越分 这个有分歧 比如说人类的起源 很多这个 国际上普遍就认为是这个非洲起源 包括我们提到了这个 前来2002年的这个诺贝尔奖 现在这个人类的古DNA的这个提取呢 已经能够提取60万年前的这个古人的这个DNA 也可以做一些很多的工作 但是呢 即便在这个背景下呢 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还在说啊 这个中国人是 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呢 是来自于这个 我们当地的这些古人类 特别是三四十万年之前呢 古人类逐步进化到我们现代人 而且这个进化的过程呢 还占据了这个本地进化的主流 也就是说我们 百分之 八十或者六七十的这个进化呢 是发生在东亚 这和世界的这个普遍的认知呢 也是有巨大的鸿沟的啊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然后到底我们该相信谁 但是很明显 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共识 或者说 嗯 全世界的科学家共识 是人类起源于非洲 有一个复杂的这个 迁徙 扩散的过程 而且有一个复杂的 混血的过程 啊 包括说人类 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这个混血 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 并不能否认 人类起源于非洲啊 因为很简单 尼安德特人被认为是六七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 这个 一个早期的人类 他们也是来自非洲啊 他们可能是由来自这个海德堡人的一个分支 我们这完全无法这个否定人类起源于非洲啊 所以呢 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呢 对科学有信心 但是呢 我们也要有充分的理由呢 质疑那些科学家 科学家给你的一些非常突兀的观点 啊 作为我们别的学科 我们不是这个人类学 我们也不是医学 我们也不是生物学 我们必须相信那些 科学家们的共识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 人类学家的共识 这才是一个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呢 我们的科学呢 也只是成为一种口号 好 这里是老何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读历史 欢迎大家的持续观众 好 再见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